陕西宝基凤翔县有一个中国泥塑第一村六营村 最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凤翔泥塑传承人胡新明 正在创作一个巨型泥塑牛盛世华彩 那这牛到底有多巨大又有多华彩呢 这座泥塑色彩鲜艳喜庆 长4.95米高2.69米宽1.68米 目前已经持续制作了40多天 这尊巨型泥塑牛用金色打底彩色绘花 牛身上的牡丹寓意富贵奇想 社会发展欣欣向荣 莲花寓意正通人和国强名副 石榴寓意多子多福百叶兴旺 桃子寓意健康长寿万事何顺 牛手蝎子寓意百毒不侵 饕餐寓意驱魔消灾社会稳定 新的一年里希望用这个牛的这个寓意啊 能彻底踏碎这个新冠病毒 摆脱疫情的这个阴影 也是用盛世华彩这个牛来预示 我们在新的一年里 祖国的各项事业是兴兴向荣 蓬勃发展 据了解这座巨型泥塑牛制作完成后 将会在春节前被放置在宝级艺术中心的户外广场 供群众参观互动